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简单的预言 现在我刚刚洗完脸洗完妆 因为今天在拍东西 所以带了一天的妆 然后我明显的感觉到 因为夏天来了嘛 然后包括最近总是带妆 所以现在脸部状态 包括下巴额头 会冒出一点点的 小闭口 然后再加上会有一点点的小黑头 然后所以现在呢我要做一个 脸部清洁 就是这一款 外母花瓶清洁的 它对白头黑头 还有局部的一些某红酥大 都会有很好的效果 我来给你用一下 它是这种独立包装的 独立包装就果冻杯这种 因为夏天的话如果大瓶包装 可能不太方便携带 而且容易滋生细菌 这样的话不会滋生细菌 而且很干净 比如说出差的时候 就可以把它塞到包包里 很方便 我给大家上手 先展示一下它的质地 质地是这种豆乳质地 很丝滑 其实有些泥膜呢 它有 它有一些通病 就是你刚开始抹上的时候 你洗完以后 你发现它挺干净的 但是过了半天到一天的话 它就会又冒出一些黑头和一些白头 其实这款它就有点不太一样 它添加了欧盟有机认证的 云山段数粉末 就是说它的吸附能力是普通矿泥的2.75倍 精准一点 2.75倍 然后它的直径是头发丝 就是你的头发丝 差不多三百分之一吧 所以它能够深入你的毛孔 然后去清洁你的黑头 还有一些油脂 平时呢 我个人因为我化妆的原因 我可能这里会稍微 总是会有那种小白头啊 那种小鼻口 然后还有鼻子 我也会重点通过一下 它这个刷头就是它这个里面自带的一个 我没有丹麦 就鼻子这里 因为这种泥膜呢 我告诉大家真的 虽然它这一颗量很多 但是真的不要省 因为它就是 一定要后敷 才会 一直在你的脸上 有这个 保持湿润 才可以 然后包括这里 我又会有一点 小小的一些 它涂完整脸是完全够用的 然后具体的这个清洁的这个次数 还是就是说 要看你个人这个肤质来定 我平时不会就是说 很频繁 但是是因为平时化妆 所以会定期做清洁 然后给它涂好了之后 包括这里 也总是长一些小小的闭口 这里又会涂 然后差不多等待15分钟就够了 你要一直去确认 不能就是说你就不管它了 你就涂完了以后 你就开始玩手机啥之类的 你一定要确认看看啊 摸一摸 是不是该洗了 好 然后我们现在就等待一下 现在时间到了 你看它其实在脸上的状态 还是这种 润润的 这种状态 没有什么 就是那种 巴在你脸上的那种紧绷感 因为它这里面含有9种保湿成分 然后我们现在拿洗脸镜 擦一下 它是很容易能擦掉的 就这样轻轻一擦 它就擦掉了 就是这一款 它不会倒吸你脸上的水分 因为它现在还是润的 好 现在是洗完了一个状态了 你们可以稍微看一下 脸上的这个状态 就是它感觉毛孔变得细腻了 然后白头和黑头 刚才我在镜子上面照 就是明显会减少了很多 就是有一种毛孔 毛孔有呼吸的感觉 毛孔在呼吸的状态 真的还挺好用的 我觉得你们可以大家尝试一下 好了 今天的这个小推荐小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一定要记得给脸部做定时的一个清洁 好了 那我们就该说再见了 希望大家可以每天都开开心心想一样 嗯 嗯 字幕 李宗盛